接下来有两个关于这个中国造船的问题 还有中国深度的问题 我一并请丽将军来讨论 这是中国大连造船 现在跟中船贸易作为联合卖方 已经跟两家欧洲知名股东 签了大单了 这个大单总共有150亿元的人民币 另外还有一个中国深度 中国首口万米深地科探井 这个叫做深地塔科一井 去年5月底呢 已经在新疆正式开钻了 另外2月3号 这个钻碳的深度突破了9900米 到了2月16号已经钻到了9950米 所以有人说这个就代表 中国不止速度还有深度 我先讲中国深度这个题目 其实对中国来讲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能源 因为中国现在你看看 我们可以发现到 刚刚亮哥所讲的跟蒙古之间关系 那条油气管道叫西伯利亚力量2号 对不对 那是中国主动叫暂停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不放心你蒙古 那条游戏管道 从俄罗斯那边希望拉一条游戏管道 当然经过蒙古到中国境内 但是因为蒙古之间 现在这种态度模模糊糊的 对不对 中国不放心就主动叫暂停 这是第一个 但另外我们看到 不管现在都在各方面来讲的话 中国一直在加强它的这种 能源的一个安全的游戏管道 从这个巴基斯坦 那边虽然说很乱 刮达尔港 毕露兹那个省份 虽然说双方来讲有恐怖组织伊朗跟这个 巴基斯坦前一阵户互相在那边轰 可是中国还是要坚持要在这边有个港口 主要是希望这边的游戏管路可以拉到新疆 那另外角漂港 这个缅甸那边中国也要控制那个角漂港 目的都是什么目的都是要避开马六甲海峡 因为它的天然气能源管道希望多多方便进来 所以它现在为什么要专探这个油井 代表说如果说我自己国内可以生产油的话 我就不会受制于其他的国家 我们看到现在俄乌战争里面给我们教训 俄国为什么有这种底气打到现在 而且抵抗各国的经济制裁 它就是自己有能源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中国现在来讲在这块是它所欠缺的 所以希望在新疆这地方它能够碳酸出来有油的话 来讲对它来讲有这个能源 所以在新疆不但这个油要碳堪 它还发展太阳能 这些电子光源主要就是能源 那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对照到 我们台湾蔡英文政府 这个能源它一直不是很重视 那人家大陆来讲的话 它非常非常重视能源的一个各种方面 各种方向各种管道 希望能够满足自己国内能源的一个需求 那再来我们讲中国造船 全世界现在来讲 大家承认最难造的三种船 一种就是LNG船 为什么LNG船难造呢 因为它是天然气的 你要压缩 把这个天然气压缩成一个气体状 气体状要压缩成液态 然后装在这个LNG船上面 那我们知道 这个气体一定是热胀冷缩 所以它这个油轮 它这种LNG船 它从热带地区走到寒带地区 因为寒带地区走到热带地区 所以温度的温差变化很大 那你如果说这种焊接技术不好的话 你就很容易就是爆裂开来 产生这种气体外泄 那这种天然气如果外泄的话 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说大家公认 其实这种LNG船的造船技术 程度上来讲是一个难度 第二种难造的船是游轮 为什么游轮难造呢 因为你要给观光客玩 那你这个船身你钢板不能用太厚 你如果太厚的话你船跑起来的话很烧油 你根本就赚不到钱 那游客在上面有很多种生活设施 娱乐设施或各种设施来讲 你之前管道设计 那全世界现在能够造这种观光游轮的船 大概只有欧洲几个国家 美国自己都没有能力造 那再来就是剩下中国 那也造出来了 这魔都号也造出来 第三种难造的船是航空母舰 这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航空母舰你是作战的船 不管是抗击或者抗暴政 或者是说要升降战机 或者弹药的储存安全性方面 都有它足够的强度 那现在我们从这三种船 中国都有能力造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中国这方面 其实能力是很强大 造船业是很大的 最后一点时间我来问一下亮哥 亮哥这个是2月16号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网站有说 埃及计划透过谈判 将会跟其他的金砖国家的贸易结算方式 从美元改为本币结算 换句话说又有一个国家 打算要弃用美元了 这个不意外 埃及是刚参加金砖 那本来今年大概8月 金砖会在俄罗斯举行 那这个议题就是俄罗斯最重视的议题 就是非美元支付 那他当然会去游说 现有的金砖国家都加入 所以这里面其实埃及加入大家不会意外 大家是在看印度会不会加入 因为印度比较高拐 其他我认为大概都会加入 因为本来本币交易就是中国大陆在推的方向 那只是说因为俄罗斯被制裁 Swift 所以这个是他最关心的议题 那今年刚好他主办 所以可能会签出一个协议 可能会签出一个协议 要把各国既有的非美元支付系统做整合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是今年最大的议题 回到现场我要请丽江轩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怎么样看王毅接回在这个慕安会议当中 似乎收获是蛮多的 而且他发表了这个重磅谈话 四个力量 你怎么样看 你觉得哪一点是最有看的 我觉得我先讲一下慕尼黑这个安全会议 是一个什么样性质一个会议 其实他在1999年之前 他是属于说列强一个俱乐部 就是那种强权大国 美国还有欧洲这些强权大国 他们做下来的一个俱乐部 比如他们来主导全世界 等于我们可以说那时候是 在冷战期间 美国主导的一个安全会议 他主要是联合这些列强 他们西方的这些国家 来对抗俄罗斯 来对抗那时候的苏联 所以这是一个性质 那时候一般的后面像中国 蒙古这些国家 他根本就不受邀的 他也不会邀请你来 因为你起不了 在他眼中他认为起不了他的作用 所以慕尼黑这个安全会议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是 以美国为主导 在当年的时候以美国为主导 然后邀请这些列强国家 来共同的一个讨论各国家 一个安全的会议 一个平台 那他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签订一些协约 或没有什么约束性 但是后来慢慢演变成说是苏联解体以后 别人说邀请那时候等于说 所有国家到这边来 大家坐下来开辟一个平台 让各国有个沟通的一个平台 然后大家来维护这个全球一个安全 那这次来讲的话我觉得有几个亮点 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王毅这次的谈话 对不对 王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跟这个美国 布林肯的一个会面谈话 那我个人觉得说跟布林肯那个代表的含义 有很多 尤其是这个王毅这次的谈话里面 让我感觉到就是说 原来是一个单局化的一个全球一个格局 一个秩序是美国为主导的一个格局 但是王毅这些讲话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世界上面已经变成这个两极化 就是美国跟中国各自主导各自的集团 对中方所主导的集团 美国他有在经济上面 他有G7这些集团是由美国来主导的 那军事方面他结盟各个国家 在西方有北约 在东亚这边他奥克斯或者是说 这个物业联盟这些集团军事上面 那经济方面他有各个G7这些组织 那中国方面现在来讲很明显看出来 就是说中国有主导的一个集团 所谓金砖国家的一个集团 在经济方面有这些集团 在军事方面或者是经济方面 还有什么一带一路这些国家 跟中国来讲他选边站 所以中美双方来讲 现在很明显的是世界上面 两个极端的国家 然后这是在目的黑里面 然后双方坐下来沟通来谈判 对不对 那现在来讲全世界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就是几个 他们跟这个王毅跟布林肯 谈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当然是俄乌战争 那美国他事后发表的谈话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美国认为说中国是在支持俄罗斯的 虽然说是中国到现在为止 他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 但是美国一直有这种 他认为说是你中国在支持俄罗斯 那美国是明目张胆的支持乌克兰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美中双方要谈判的问题 怎么样结束这场战争 第二个就是这个中东地区 对不对 以押冲冲 因为这次来讲 以巴德跟巴勒斯坦冲冲 已经扩散到红海那边 事实上我们从昨天的新闻里面看得到 就是黎巴顿的政主党已经开始 已经开火了 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这个土耳其的总统 埃尔多安已经到埃及去 跟埃及的总统 这个已经双方坐下来谈了 那到底谈出什么结果 不晓得 但是可见的双方来讲 本来已经断交12年的 土耳其跟埃及 他们已经又开始恢复联络了 然后更严重的是叙利亚 你知道伊朗的外场 已经去找阿塞德了 那双方谈什么 目前来讲并没有公布 但是他们谈的时间很久 谈了十几个钟头 谈了跟阿塞德谈了很久 那会不会发起多线的一个作战 这是双方目前在全世界安全 那鸿海危机一向明显看出来 就是引起世界的通货膨胀 这是全球的一个经济危机 美国来讲的话 上约本来是要降息的嘛 他现在CBI又涨到三年多了 那短期之内可能不会降息 这对全球的经济都很大影响 再来就是这个台海问题 也是他谈判一个重点 台海跟南海之间 也是美中双方谈判一个重点 然后接着下来 我觉得是朝鲜的问题 因为朝鲜现在来讲 金正恩可以说 中国都控制不了金正恩了 平常来讲 现在来讲 金正恩他跟苏联走很近 跟俄罗斯走很近 双方来讲军事 美国你对这些国家 实施经济制裁之后 他到最后他就已经无所谓了 所以说俄罗斯现在跟北韩来讲 双方走得很近 然后也因此 双方在军事上面技术交流 或相互资源 对不对 他给他炮带 他给他技术 然后双方还发展航空 北韩还发展这种卫星照片 那是真是假我不晓得 但是还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北韩 从俄罗斯那边获得很多军事技术 然后俄罗斯也从北韩这边 得到很多的炮弹 所以这些双方都是双方在谈 但是我觉得这次谈判的结果 很明显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 美国来讲他国务院的新闻主任 新闻办公室有发布 这个双方会谈的新闻 但中国并没有发布 中国没有发布代表什么 就是说美国来讲他承认 所以说在对抗之中 可能比较趋于弱势 比较趋于劣势 所以他才没有 他主动发布一些双方会谈的 那种结果或怎么样 当然所用的颜值 还是外交的辞令 什么双方还有富有建设性 富有成果性 或这些外交上的辞令比较多 但是我们从中间 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说 美国一定把中国当作一个 很对抗的一个很主要的对手在对抗 那不管是在经济方面 军事方面来讲各方面都会对抗 那现在就是美国来讲 会不会说在经济方面 它现在唯一剩下一个优势 就是科技跟金融 可能对中国来讲 还具有相当的一个优势 可是这个优势 在军事方面可能慢慢 它已经双方已经打成平手 那现在如果说美国来讲 在经贸方面 不能够再把中国压制住的话 可能将来它就会被 对中国所击溃击倒 那所以说我们看出来 这个王毅特别讲了说 不要对中国去风险 那中国也没有要侵略 其他国家的意愿 我们只是希望能够 创造全球各个民族的 一个这种繁荣生活的一种 新的一个世界的一个格局 一个经济 所以我觉得美国来讲 从这边双方的谈的话 内容里面我们去分析来讲 可以看出来美国来讲的话 它一定会在经贸方面来讲 科技方面来讲继续要打压中国 那中国怎么样 在这方面跟美国寻求一个对抗 那我想是 这是从慕尼黑的安全作产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我要先问一下董哥 董哥就是说 你怎么样看王毅这次回应台湾问题 他还是说统一必将实现 这是14亿中国人民非常坚定的意志 另外接下来也有人说 习败两个人可能会通话了 关键就在台海 因为台海一直是中国大陆的重中之重 对 那王毅过去跟苏利文碰面这么多次 包括说七年五月的那个维也纳 然后九月的马尔他 还有今年一月的曼谷 他其实一直在做这样的铺陈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不但见了苏利文 然后见布林肯 其实他一直在做这样的折冲 那可以讲从川普 让中美贸易大战开打以来 目前的这个时刻是 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 因为拜登要嫌疾 那拜登嫌疾他的态度 做了一些调整 那中国大陆也 就是说你如果要那个 我们中国大陆可以讲唯一的 就是台湾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态度 那美国当然他整个执政团队 你要去让你的老板继续能够连任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 他们都会去讲我们不支持台独 就以前要他们这样讲不太厌疑 你知道吗 包括最近孙小雅 孙小雅在台湾 他也是参加一个电视的场合 他说我们美国不支持台独 他们以前其实过去都态度很暧昧 那这一次这个东西清楚了 就是表示说他不希望中国大陆 在这个选举里面变成他的一个累赘 就是说他没办法解决 因为大家知道俄乌战争 对美国来讲其实 就像中国大陆所讲 说这个俄乌战争不是我们发起的 我们也没有从中间获得好处 全世界唯一获得好处就美国 因为你卖金螺给这些人去送给乌克兰 乌克兰再把他的年轻人 中年人送到战场去送死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中国大陆说你一直要我去 帮忙调节要去调 不是我挑起的 我们也没有供应任何武器 给这两边的国家 好就是说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壮壮之壮还是台湾 对不对 因为美国现在还焦头烂 还有一个他们等于以色列 以色列这个因为他道德的谴责 一来一中对美国来讲 他很多人现在感受到 因为美国那年轻了 或者稍稍有点知识 很多人都认为以色列这样是不对的 他已经太够当了 虽然你被哈马斯这样 可是你已经超越了 你的那个报复的那个手法了 对不对 现在死了快两万人了吧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 而且里面多少是婴幼儿 你都毅力屠杀嘛 对不对可以这样讲 所以对拜登来讲 这个对他是很 在险阱里面的 不确定的因素很大 那我觉得说他现在不希望说 又多一个台 让他的选民认为说 你美国 拜登你当事人搞出三个战场 那美国人其实会觉得说 对我们影响很大 但其实当然影响大 在美国本土 我觉得还有更大的 就是边界问题 对不对 边界问题你看德州 这个对美国来 他的嫌疾影响很大 因为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 拜登过去是还蛮 同情这些业界的人 现在态度是非常强硬 因为因为选票就在这里 那你如果你的反应 因为人家都是把你拿来 跟川普来做对待 来对待的这样看待 那你如果没有像川普 那样的强硬的话 你可能就要失气的江山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勾在一块的话 就可以看到 他们现在也是戒胜恐惧 因为郭奇认为说 跟中国大陆一定要比 比川普还强硬 表示我们不怕中国 现在发现不对 你再怎么讲也讲不过川普 因为最近美国民调出来 都认为说你拜登 不管你的能力 或者你的处理方式 你根本比不上川普 最近的民调出来都这样 所以他其实 他自己内心有非常大的压力 好 其实这次王毅 有跟蛮多人见面的 我们继续再来看 其中也有跟这个蒙古会面 当然这个中盟两国是 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好伙伴 尤其又受惠于这个一带一路 所以现在蒙古就决定说 他们要跟这个中国大陆发展 良好的关系 另外一个部分 我想问一下亮哥的 就是说这次王毅 他有顺道访问这个西班牙跟法国 当然现在中国敞开双手跟大门 跟全世界做朋友 另外也是想要来这个促进一下 彼此的经济发展 这个部分问一下亮哥 我觉得这两国大概就是 比较有欧洲立场的国家 因为这个中国的立场 基本上是希望欧洲人 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法国今年刚好跟 因为去年这个马克龙 刚好去大陆 所以今年是中法文化旅游年 所以本来就比较亲密 而且中法的贸易额还没有到1000亿 这个是相当的低 说实在 因为中德的贸易就超过2000亿 所以中法事实上还有很多贸易的空间 那西班牙因为也是一样 他也去过大陆 所以我觉得就比较像是 两个比较代表传统欧洲的立场 希望欧洲自己能够站起来 有很大的经贸合作空间的 因为目前欧洲有点乱 像德国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政府能持续多久 红蓝绿立场 那个外长跟 德国现在经济部长还没去过中国 你想一想他有多乱 然后萧芝大概4月中要去中国 德国现在也乱成一团 因为大企业的立场跟政府不一致 因为最近才公布 这个德国去年投资中国119亿欧 破纪录 可是德国政府是说要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那讲话都相反 那意大利那个曼罗尼就是极优异政党 就是亲美 所以也很不好搞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那冯德莱恩那个欧盟 那基本上是美国卧底的嘛 那也没什么好谈 所以真的欧洲 比较有自主性像样的大国 就是这两个国家 就法国跟西班牙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到慕尼A安全会议 做那个演讲也只是重申立场而已 那些立场以前都讲过了 就是他就是表达中国是一个稳定力量 不会轻易改变决策 那他方方面面的政策事上都已经讲过了 也都有白皮书 包括乌克兰的 包括巴勒斯坦 都有公开的文件 可是很难有作为 因为目前乌克兰已经打成那个样子 俄罗斯现在胜券债货 立场越来越强硬 那中国大陆要介入真的非常困难 那中国跟蒙古之间的合作 主要是一带一路 还有基础建设 我觉得那个也是表面的 因为蒙古也非常想跟美国打交道 所以事实上对俄罗斯通过蒙古 到中国的那条天然气 中国大陆就有疑虑 因为蒙古一天到晚 在跟美国没来远去 那我怎么知道 如果这个 而且那条管线未来 那个油气是相当大 那他有必要经过蒙古吗 他也要考虑他的安全问题 所以我认为是很表面的 因为蒙古自己在玩两手 所以基本上并不是那么值得信任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